听得见吗?看得见吗? 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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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再见 大家好 独特先生好 我先生好 各位各位网友好 能听得见吗?他们说他们听不清楚 能听得见 能听得见 能看得见吗? 能看得见 但是看不到您 我看到是一位男士 好 好 现在呢? 你要把摄像头要转过来 看到了 现在看到了 看到了 现在看到了 看到了 是吗? 没有 摄像头又没了 又没了? 对 把摄像头打开 您得把摄像头打开 好了 现在可以了 好 现场联想 又按掉了 稍等啊 大家稍等啊 他们现在就在现场啊 普罗旺斯 崩牛村 现在摄像头又被你们关掉了 你们 喂 凯琳 我再连一次 再连一次啊 喂 听到没有? 喂 你要把摄像头打开啊 摄像头 摄像头 摄像头打开了 打开了 但是没看到 要么你给我拨过来好吗? 好 你给我拨过来啊 好了 现在可以了啊 太好了 好的 现在可以了 能看得见 能听得见 是吧 对 能看见也可以听见 好 太好了 卢又先生好 华文贵先生好 各位网友好 我是凯琳 我今天是主持人 跟我后面的这两位帅哥 是Frank和Tony 他们是一共二十多年的警察经验 他们特别棒 我们到这儿到法国 中文字叫文牛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波尼月 在法国的普罗万斯南方 到这儿询问 看文贵先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现在在哪儿 你们看 这是大教堂 奉牛 这个小村里边 一共有两个教堂 一个是比较小 比较型教堂 一个是大的 就是这个 是老教堂 那你们陪我们来 我们一起去看 这是文贵先生随后 走过这一道门 跟我一起来 好的 天气不错 今天 天气很好 今天非常好 就最后今天下打雨了 今天非常棒 你们看 这是一个小花园 这是教堂 大教堂的小花园 这个本来是一个墓地 那你们到这儿能看到 这所有的墙 它都是缝住的 也就是说 这个肖怀尔的百分之九十 就是缝住的 那当时出事哪一天 7月3号 王检先生 在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跌落 跌落 圣王 它是跌落 圣王的地点 那 你们 可以看到 这个墙 现在 我问一下我们的 Tony 当天 7月3号 到底 出什么事儿了 Tony what happened on July 3rd According to reports by the police who were interviewed by some media types in the area a gentleman was looking to take a photography take a photo near the wall and attempted to climb up onto the wall at that time fell and was injured severely firemen as well as police officers responded with the ambulance team to render aid they attempted to keep the gentleman alive but warranted for completely unable to and he passed away at the scene here dow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all which is approximately 12 meter drop due to the fact that he passed away here at the scene he wasn't taken to a hospital he was removed directly to the morgue nearby 你們都聽到了 是吧 7月3號 他們說 10點 商務 4點50 和11點 11點 左右 王健先生 到這兒 拍照片 那 到這兒 他是 掉下去 那掉下去之後 第一個人來 是誰 是 小防員 小防員 是需要 10分鐘過來 那他們 到了之後 發現了 王健先生 摔到了 摔了大概 12米 就是很高 就是槍很高 回頭我們一起去看 那 他們 做什麼 他們看了他 呃 已經 情況已經很嚴重 他在半個小時之內 在植裡 生亡了 那他們做什麼 他們陪他取怨嗎 沒陪他取怨 根本 沒讓他 沒從他取怨 他們 把他的尸體 直接到 太平間 有一個 崩牛 的小村 旁邊 就很附近 有一個 太平間 叫南 他是這個 地方的 名字 送他 送他去 太平間 那現在 我問一下 我們 我們的 一位 警察 Frank 你對 玩劍 潛上的 聖晚的地點 有什麼看法 什麼 你覺得 你覺得 中文字幕——YK 好 你们都看到了 都听到了 这个墙有非常偏僻的角落 就是游客也特别少 它们不可能断止离来 就发生在这发生什么事情 就很难有人看 而且我跟你们看 今天天气很好 但是它这个金光也不是特别好 后边也没有虚拟草 它现在是下午四点 有太阳 晒太阳 但是上午的时间 它这个地方非常延安 非常黑暗 所以拍个照片也没那么美 那我们今天去采访很多人 是去采访老百姓 但地人 小贩员 警察 那我们第一个去采访小贩员 小贩员是在aptapt一个小村里 离邦牛大概有15分钟 那我们与Risha Florent小贩员的队长问了一些问题 但它是怎么回答 它都告诉我们 被中国政府控制了 中国政府来了几个人 要求 不会分享任何信息 跟任何人分享任何照片 任何信息 所以它基本上没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但是有一点 我们给它看完建险上的照片 那它会百分之百确认 完建险上是在直理去世的一个人 那第二个 我们去讲兵队询问一下 那我问一下 Frank 我们询问警察的效果是什么 What did you take away from the conversation with the police? We have to speak with the local authorities and the enforcement personnel we've determined that it doesn't seem like an ideal location or anyone can really be especially up on the wall we've gotten numerous stories from many interviews conducted in the neighborhood we have to speak with the fire department and local patrons we've established that they haven't really determined what they're dealing with and what the story is according to us like we said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us why anybody would be one up on this location or two on the wall again there are several vantage points around the church there are locations set up where you're to take photos this location is not one of those one being on the ground two the walls the height of the wall and three again it's just not the best location 好 你们都听到了 我重复一下 当时除世 以后 中国 中国来了五个人 无名种 相关人员 不作声 不让他们开口 不允许 不知识 小贩员 还有警察 还有法国政府 不允许 提供 任何资料 任何照片 不能分享 任何信息 那 我们通过 这几天的 调查 了解到什么 我们通过 这几天的 调查 了解了 这个 小村 这个 小城市 已经 被中国政府 控制 他们 这些人 不知识 小贩员 还有警察 还有胆地人 老百姓 他们非常害怕 我们都跟他们 去聊天 去采访 我们都不开口 不愿意开口 为什么 非常害怕 那 这说明 这个 恐惧 已经 无法信仰 我们跟他们 问了 很普通的 很简单的问题 他们 他们都说了 没办法 说 因为他们 被控制 那 他们害怕 好 害怕到什么程度 我们跟他们说话 他们都啥豆 我们问他们一个问题 他们会 给 另一个答案 我们说 你知道 七月三号 在治理 发生什么事情吗 他们会回答 我没在 其实 我们 没有问他们 他们在不在 我们问他们 他是否知道 治理 出生什么事情 那他们 防止的说 我不知道 我没看见 我没听到 这是说明 他们 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 害怕 那怕什么 怕 他们 后边 有一个 非常大的 力量 在控制 他们 不让他们 开口 那 通过 这几天的 分析 我现在 去 给你们 给你们看 这个墙的高地 然后告诉你们 淡地人的 想法 是什么 这是我一起来 你们看 这是我们回到教堂 这是 那我们一起去看 这是我们的移民警察 他也跟我们一起讯文 当地人 警察 小贩员 那我 到这儿 你们看 这里已经有很多花 其实这几天 我们就在上面 也看到了 有非常多的 花 可能有人就 放到这里 那 Matthew 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this wall The wall is approximately 12 meters high 从 the top down to the bottom The ledge is only about not even a meter wide up at the top 12 meters down 那你们听到了 这个墙是 湿而弥高 就是说 它 完简 沿上 跌落的是 从12米 就导致 它在支离 身亡 那我们问了 许多 胆地人 那他们有什么 想法 他们听到什么 他们 意识到什么 他们一共 有三个 普通的 想法 第一 是 完简 沿上 导致 拍照片 不小心的 掉下去 第二 有人 推他 摔倒 第三 他去 他来这 自杀 这是一些 淡地人的 一个 看法 他们 他们是听到的 他们是 看到的 就 行文里 那 这三个 说法 之间 有一个 可能性 有可能 有人 是 安排好的 你们 你们想想 这个教堂 老教堂 每天 从小三点 到五点 才开门 上午 晚上 都不开门 这说明什么 这是 十点 五十 和十一点 晚之间 这附近 估计 没什么人 没人 看到 那 这是我们的 一个分析 我们 讯闻了 后几个人 警察 小范园 淡地人 那只是我们 了解到的 意识到的 情况 那 请问 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地上 有没有血迹 血迹 卢德先生 现在 之前有没有 没有 没有 任何 血迹 之前 也没有 现在 更没有 因为 下雨了 可能他 之前 有 可能有 其他的 记忆 但是 他们说 在 没出血 没有血迹 然后 有的媒体 报道 没有血迹 没有血迹 有的媒体 报道 说 王健 他摔下去 以后 上面的五六个 中国人 并不在他的身边 最终 好像是一个 当地人 发现的 是不是这样 您知道吗 这个 我们说的是 第一是 王健 简直上 是跟 一个团队 在一起 一共 大概有十个人 十个人 另一个故事 是他 跟 他 两个 好像是 他的两个 助理 在一起 所以 一共 有 三个人 包括 那现在 我们 无法 知道 他们 这些人 到底 去哪了 我们 在这 一共 有几个人 我们 这个不知道 还有 那个 当时 有没有 现场 目击 这人 知道是 摔下去 是 脸部朝下的 还是脸部朝上的 是趴着摔下去 还是躺着的 他们 这个信息 就不提供 我们问了好几次 他们 不给 好像也是 被 中国政府 就要求 他们 不作声 不开口 不告诉我们 还有就是 你们那个 同区的 这个警察 他觉得 这12米 摔下来 会不会 百分之百 就摔死 会不会 立马死 还是说 是立马死 还是说 再过一段时间 去到医院的路上 就死 觉得 他们说 他 完全前上 是在这 去世 不是在 送 医院的路上 就是 这个 生亡的 地点 他就 在这 去世 就这个高度 摔下去 肯定死 是吧 对 他们确认 好的 我好像 没什么问题了 好 那进行 下一个环节吧 好 我问 魏先生 您有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路德先生 我问一下 凯琳女士 我问两个问题 好不好 好的 他听到了 他听到了 这样 凯琳先生 凯琳女士 辛苦了 辛苦了 你今天的普通话 结束了考验 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凯琳的普通话 是从 天津学的 天津味 还在河北待过 没在河南待过 所以说不是河南口音 讲得非常好了 非常好了 今天到现在为止 凯琳应该在那里 从去到现在几乎没怎么睡觉了 然后他们也遭受了很多的恐怖和恐吓 他们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刚才因为我跟昨天都很晚了 我也没跟你联系凯琳 我想刚才我看了你这个现场问的时候 有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你说是 在访问当中 很多人说是被中国政府带来 派来的五个人 拿走了所有的文件 并且呢 要求必须闭嘴 那么这些人 在你们问的当时呢 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事情 既然是不让他说 他为什么还讲这个话呢 凯琳女士 我们 可以开始了凯琳女士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我们当时跟这些小贩员和警察 我们去询问他们 我们问他们 是否能得到一些信息 那他们为什么要告诉我们 这个五个人 五个雾名 政府 外员 来到这里 把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照片 纳走 因为我们 不停的问他们 询问 是否他们可以跟我们 分享一些信息 那他们 不但是 害怕 而且他们 跟我们说 这个 如果 我们需要 任何资料 任何照片 我们需要一个 跟中国政府 联系 法国政府 法国小贩员 我们无法 跟你们分享 这些信息 好 凯林女士 这个你们都访问了 你们刚才听你说 你都问了 这个当时出现场的 那个 第一个位到现场的 那个消防警察 是他第一个 见到了王健的尸体的 然后呢 你就问了 当时处理这个案子的 这个代表的警察 就是刑事调查的警察 还有一个 你问了一些周围的邻居 还有一些 这个目击者 那么我跟你说 你找没找 有一个花工啊 其中两个花工 你找了没有 他怎么 他怎么跟你说的 找了 找了 昨天 我们和一个花工 开始了 聊天 就是 问他的问题 领不了 就很简单 我们知道 他在 这个 地方工作 我们也知道 就通过 党地人 就党地人说 他有一个花工 是在治理工作 那一天 7月3号 在治理工作 那我们问他 是否他 看到 王剑先生 给他看 王剑先生的照片 他 非常的紧张 有可能 他是我们这几天 碰到的 最紧张的一个人 他 就没回答问题 他就不听的说 重复 我没在 我不知道 但是 警察 我们 这边的警察 他们很棒 他们就 能看到 有人撒谎 他们觉得 其实 他在 有可能 他 没见过 就 完全 险上 跌落 但是 他们人为 这位 花工 确实在治理 他有可能 看了 一批人 在治理 拍照片 或者在治理 逛一逛 这个 就是一个 可能性 但是他 非常的紧张 非常害怕 他就 他就说 我没在 我不知道 其实 有很大的 可能 他 见了 人 或者 他 见过 什么 这是一个 可能性 好 那明白了 最后一个问题 凯琳 你们和 Patrick 你们这几个 这一组人 准备下部 是什么样行动 你们下部 有什么计划 我们是 我们是 通过 几个 法国政府 的 检查 还有 法国政府的 其他的部门 我们会 询问他们 我们有一些 就通过 一些 朋友 还有一些 在法国 工作 在政府 工作的 一些 可以 询问 其他的 就 目减人 我们知道 有一些 视频 我们知道 有一些 照片 我们知道 有一些 文件 资料 所以我们的 计划 我们就是 下一个 安排 就是 急需 询问 通过 这些